在大学申请中,招生部门经常会评估孩子对社会的参与度,所以课外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有策略地选择不同等级的课外活动,并且充分利用机会打造自己全方位的能力,是包装学生最重要的因素。 为了方便家长们提早为孩子规划暑假活动,费大学院一直在举办全球领袖夏令营,得到了广大家长和学生的青睐。 六月份,我们在宁夏的一个回族的村庄里面,帮他们回民的农家盖大棚,做这个green house,因为那边很干旱, 所以就说通过这个科技种田,用一些新的种田的方式帮助这些农户能够有这个可以生活下去的这个出路吧。 那不光是盖大棚的学生,还有一波学生是帮这个村医在当地村民呢,帮他们搞这个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推广。 就是说有这个带各种仪器设备帮助村医把这个医疗所能够提供为他们村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做点贡献。 还有一波学生是跟着我和另外菲达几位老师去尼泊尔,在他们这个地震,大地震之后, 在后的这个重建学校,重建孤儿院的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些项目。 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菲达学院希望学生学习到沟通协调,以及团队合作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关怀弱势群体,展现人的真正价值。 很多这些活动都是非达学生,自己设计,自己参与,操作,从头到尾, 实际上都是学生在组织这些活动,在领导这些活动。 所以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真正是所谓做领导,真正担任这个很重的责任这种机会。 那当然暑假错过了这个机会的学生,在一五年底,我们还是像往年一样, 圣诞节元旦期间也会同样的又带一波学生,不光是去零夏, 那今年我们还会回到这个地震之后,这个受到很大影响的尼泊尔, 去帮很多这种弱势群体,可能以前就没有太多资源, 没有人可能想得到他们的,那这次地震以后,其实他们更需要帮忙。 所以我们今年冬天还会又回到临夏的这个回民村庄, 也会去尼泊尔去支持这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忙支持的人。 如果您对这次夏令营活动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费达学院各个分校,或者拨打电话,进行详细咨询。 昨天频道采访报道。 Selين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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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